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新聞特派員 吳文靈賴清德總統是正式上任 因此我們今天特地來到了園民會 要來訪問剛剛上任的園民會的主委 曾志勇主委 那主委您好呢 那可以先請您向觀眾朋友來打聲招呼 各位觀眾大家好 阿昀我們是個達人在曾志勇阿根的羅索根 好 很高興主委今天能夠接受我們的這個訪問 那首先這個很想詢問一下主委 就是我們在接下這個園民會主委的這個重要任務 你的當下心情是如何 我很感謝總統的提拔 也謝謝從以前在地方 在新政府 在文化發展中心到園民會來 工作上能夠得到這麼多同仁的幫忙 我們一起為園民做很多事情 那也能夠被看到 所以我很高興 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為我的主人服務 我想這應該是我人生最後一份工作 也是最後一份工職 我一定會很努力解決園住民的問題 把一天當兩天用 那竭盡所能的來幫忙解決園住民的問題 好 謝謝主委的分享 那今天就是真的很希望讓大家可以更深入的來認識 我們新任的主委 曾志勇主委 那我們知道曾主委是來自屏東三地門鄉的這個 口舍村的排灣族人 那也是我們這個園民會首任主委畫家制之後呢 第二位擔任園民會主委的排灣族人 那這邊就很想請主委來分享一下就是 你自己在部落成長的經驗 或者是部落的生活文化 是 我 因為我爸爸是牧師 那麼我們從小在教會長大 對 那爸爸不但是牧師 那他從年輕的時候也當 也當過鄉民代表 也當過議員 那一生只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服務我們部落的族人 那麼我們也不是很優渥的家庭 那就是跟 長期就是在部落跟我們自己的鄉親走在一起 那這個小時候讀書 也都在這個屏東市都回去讀書 那一有假期或者是一有放假的時間都回部落 部落從小教會的活動也好 這個收貨機的活動也好 我一直都參與 所以很了解部落的一些碰到的問題 那我希望既然到了這個職務的話 我更因為最大的潛力 就負擔最大的服務 這服務要盡最大的這個義務來 所以我希望我到這個職務上 能夠讓我的族人感到關榮 那麼我也不能辜負族人對我的期待 所以是簡單介紹我自己的部落 對 那剛剛這個主委有分享到這個 從小的這個學習經歷 爸爸是牧師 然後也給予很多的教育的觀念 那我知道說主委好像是 這個部落裡面第一個考上台大法律系的學生 在這樣的當時那年代是非常非常的不簡單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當時家庭的教育的觀念是怎麼樣 因為爸爸沒有讀很多的書 那所以他很注重小孩子的這個教育 那再怎麼苦 也要把我們小孩子送到都會期去讀書 所以從小就在都會期來讀書 那麼也應該講說是運氣比較好 有認真就有考上這個台大這樣 然後一路從最基層的春幹事 課研 像代表會的秘書 後來到縣政府當秘書 又當這個局處長 所以一路來我一直都是這個 跟部落在一起 那爸爸也嫌疾過 我也嫌疾過立法委員 雖然是落險 可是那也親自有受到這個 我們族群的這個洗禮 那所以我也對 因為是家裡的關係 我認為人生最快樂的事情 是解決別人的問題 尤其是解決族人的問題 那個是錢賺不來的 那所以我希望我來之後 讓更多的老人家受到照顧 那我也更希望是更重要的是 年輕人要看到希望 是不是原住民的年輕人 我們本會裡面到底有什麼 可以再幫忙年輕人 讓他們看到希望 年輕人有希望 我們整個族群才會有未來 就是這樣 那從剛剛主委的這個分享 有提到就是主委有在 這個地方中央的行政經歷 是非常的豐富的 包括是在屏東縣的園民處 處長擔任了16年 那還有在這個原住民主文化發展中心 擔任這個主任 那這邊想請教就是 但是主委就是你覺得在這些行政的歷練當中 帶給你最大的這個能力 或者是特質 有沒有什麼值得跟大家分享 我想最大的就是說 我因為在憲政我當了16年的處長 對 我很能體會一眼 也就是民意代表他們的心情 我想他們需要的是你要誠實的來跟他們做溝通 而且其實解決民意代表的問題就是解決人民的問題 那未來在立法院我想我仍然要秉持這樣的精神 要更誠實的 而且是要更實在的來跟他們一起來解決原住民的問題 對 因為這一屆的立法院三黨不過半 那會需要更多的這個時間跟精力 來跟這個立法院來陳述我們的這個政策的理念 這樣他們如果可以接受 我想我們在政策上在政策在執行會更順暢 謝謝 那我們知道在賴清德總統是在520正式上任了 賴清德總統在選前的時候就提過了一些像是族群政策 特別要落實族群主流化跟這個國家語言發展 那其中有提到了這個7項的原住民族政策 包括不管是身份法的修正 民族自治 或者是自然資源共管 或者是強化健康服務 等等的原民相關的一些議題 那我不曉得說阿曾主委在上任之後 作為這個執行者 對 就你的看法 你會怎麼樣子來看待原住民族政策的推動 對 因為很快的就會面臨到原住民生物法的這個修正 那這個必須就是說時間上又趕得上 而且要盡快跟這個平埔組的證明 要做一個很好的回應 那所以我們會在最短的時間 跟我們原住民的本身的專家協責 或者是我們的齊勞 還有要跟平埔組做一些說明 是身份先啟德 然後是不是潛力義務我們再繼續來討論 這一定要找出一個可行的辦法 但是第一步就是必須要趕快很誠實的面對 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至於督延的一些主流化的一些影響 因為我因為整個原住民來講 幾乎百分之60都在督廢期 不管它有沒有涉及有沒有復及 所以絕大部分的這個信力 還有本會應該要抑注更多的這個預算 讓在都會期的我們的主人 受到更好的照顧 譬如講他們的文件站 是不是要更多的抑注 還有他們的集會所 還有一些這個年輕人的一些這個未來 有沒有需要協助幫忙的 我們一定要能夠來協助幫忙 至於其他的我想 短期內也是我會很快的趕快跟 組裡面的這個同仁做一個討論 陸陸續續的推出一些沒有正義 而且是自己族人覺得這個是要趕快解決的 我們就先趕快來解決 好 那今天非常感謝曾經主委的 接受我們原事特派員的專訪 那接著我們要把鏡頭交還給彭磊主播 試皮磊主播 coron鍵 красив 畫 그때